無料期,未知何時開始 醫治後都浪費藥費 因為元氣大傷 Hello 各位網民 各位Petterson的支持者 記得每一次都 Like 我 Subscribe 我 Share 按鈴鈴 讓多些人可以看到 我這個多元化的YouTube Channel 再說回體育 體育其實都是講錢的 在這個Coronavirus 影響世界各地體育的情形下 其實我相信 將來所有的球會 或者所有的賽事可以打回 無料期,未知何時開始 真是醫治後都浪費藥費 真是因為元氣是大傷的 不見真是億億金錢 不要說我們的球迷 無緣看好球 或者看頂級的運動節目 好像比喻了 NBA 什麼時候會重開呢 說美國現在又搞種族歧視 大暴動 整個國家 搞到這麼多麻煩 更加難 NBA快重開 好了,棒球 本來在三月初 差不多二身賽打完 準備開鍊 準備球櫃開始了 又要腰斬 何時會有2020的棒球櫃呢 我真是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棒球在美國 差不多是國際 也就是所有的球員 那些新籌 差不多比NBA的球員還厲害 或者還未會觸控球員 你說損失多大呢 好了,不要說美國的體育項目了 奧運呢 東京 這個籌備了這麼久 本來是在今年夏天舉行的 現在又要停頓 又要改出鏈 那麼 歐洲國家杯 又是 這個不是普通的歐洲國家杯 這個在很多國家 不同的 所有歐洲重要的城市 都有份舉行的 陰公 甚至沒有 決賽在溫布萊打的 你說了 你說今次這個歐洲國家杯 真的差不多 可以吸引球迷 好像世界杯那麼多 這些就是慘事了 不如說一些好的東西給大家聽吧 要說說一些好事了 因為呢 陸續又來了 歐洲的足球 告知就是 義甲 西甲 將會在很快下星期重開了 至於萬眾期待的英超 肯定的了 已經有了賽程表了 由於我們香港時間 6月18號 其實就是在英國 其實就是在英國 6月17號 明晨1點開始就有 維拉對錫菲聯 跟著就是曼城對阿仙奴 到20號 到20號6月 就是諾域治對修咸頓 熱刺對曼聯 屈福特對里斯特城 白禮頓對阿仙奴 跟著就是 21號就是韋斯咸對狼隊 班尼馬夫隊是水晶工的 紐卡蘇將會在21號 晚上香港時間對錫菲聯 至於維拉就會對車路市 大家都期待的 利物浦將會在22號 香港時間的凌晨 對愛華頓 就是利物浦試的打比戰 這樣這麼好的節目 我相信是過了6月的時間 我們觀眾陸續有得看的了 現在在英超方面 其實利物浦因為比較打多一場 所以他們比較遲一點 隔了4天才輪到他們對愛華頓 原因是他們已經打了29場 反正所有英超球隊大部份 都還有10場要踢 而利物浦就只有9場而已 但由於利物浦是領先 在曼城是25分 他再贏多兩場 曼城就沒得追了 因為差25分 再贏多兩場 利物浦就已經可以說是瘋狂了 這些就是在歐洲 接下來重要的足球賽事 也都可以令到很多我香港的朋友 很鼓舞 還有著弱萬分的事 因為真是臥波我得太久了 三個多月了 說完了英超接下來的賽事 和他們的積分榜的形勢 說一說就是得甲 他們是真的不錯的 已經恢復了重播重聽 雖然沒有觀眾 但是有電視看 是不是 已經是打了四周 現在是打第五周 換言之就是打了今天 這個星期的賽事 德甲還有四個星期就殺科的了 那榜首 拜仁 他們在星期六晚 是對著利華古信作客的 是比較難打的 因為利華古信也算是 在德甲重開之後 是表現得好的一道 這場球算是相當有看頭 我也有幸負責和強尼在九點二十分 星期六晚上在電視上直播一場球 至於第二名 多爾蒙特 他們也要對著 回復德甲之後 三勝一和的哈佛伯林 哈佛伯林這陣子很熱 差不多是拍得住四戰四勝的 拜莫尼克的 所以多爾蒙特也是難打的 所以這個星期可以說 究竟多爾蒙特追不追得到拜仁呢 是一個關鍵的周末賽事 至於在德甲方面 欠第四名 就是有得欠的 就是由這個 我相信是 來比錫 武信家伯 和利華古信之爭 就是 歐聯的位置 另外呢 至於歐霸呢 我相信呢 都是不出這個 和夫思寶 和賀分咸 是差最後一席的了 那德甲方面呢 他們只是打三十四場而已 當然呢 因為他們呢 打完在德甲的呈下呢 或者在未殺火之前呢 都會開始打完接下來的德國杯的賽事 所以呢 就是精彩的德國波呢 我們的香港球迷呢 有福了 那仍然呢 就是可以 差不多呢 在六月尾七月呢 就是可以看完的了 那 好了 記得大家呢 就是like我 share我 和subscribe 按一下叮叮 share 給你的朋友看 每個星期 主要呢 主打 當然是波和馬 馬招跑 波招踢 但是也有很多多元化的video 拍給大家看的 多謝大家支持